大家好,我是达威德 趁着这个西北文治点事儿的机会呢 给大家怎么样 大概年,对了 这个礼拜就是要过年了 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 还有呢 牛年大吉 今天这个是牛年 也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 星星光旺的 特别是我们每年 白岸都有一个春节联合晚会的活动 对吧 今年不能聚会了 所以但是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节目 这个礼拜的春节的前后 我们会跟大家在网络上热闹热闹 就算一个北岸春晚2021的一个网络晚吧 对吧 然后咱们北岸的这个市长们啊 西北温的市长们 医员们也都给咱们发来的热情的祝福啊 那个 那个拍来的小视频啊 那个 祝大家新春快乐啊 主要是为了给大家那个 打打气 鼓鼓劲 对吧 这个新冠疫情啊 禁止这个禁止那个 进日聚会啊 不能去这不能去那 所以大家也都很辛苦啊 心理上也很疲劳啊 也特别的 我要提醒大家给咱们这个社区呢啊 这个年底要给社区咱们一个小的捐款活动啊 也给咱们社区的这个青少年乐团啊 是一个加拿大最大最古老的青少年乐团交响乐团 实际上啊 他们都是参加舞台演出的 各种的文庚华的加拿大国内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会请他们 但是呢 今年呢 因为这个疫情呢 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型的活动啊 他们也缺缺少很多那个资助啊 咱们呢 西北温的孩子 好几百孩子在这个交响乐团里啊 很专业级的啊 老师们都是义务的风险啊 所以大家可以email啊 那个呃 那个那个那个汇款啊 叫做email给这个方的WVYB啊 方的WVYB啊 Gmail.com啊 这么一个email我会给写给大家啊 给大家有那个给咱们这个社团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乐团啊 青少年的乐团给咱们那个社区啊 华人社区啊做出一点点小贡献啊 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 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啊 特别的也提到一个这两天呢啊 我的女儿也是啊 因为这个一个叫做这个叫eating disorder啊 就饮食紊乱 对吧 住院啊 也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关心惦记啊 那个慰问啊 那个祝福啊 也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啊 啊在这个每年的二月初啊 是加拿大的一个叫做饮食紊乱健康周啊 特别要提醒大家啊 注意饮食紊乱这个问题啊 很普遍的在青少年中啊 在人人人人群中都很普遍 哎 我提醒过大家之后呢 结果女儿就得了这个疾病 哎 真是感觉有一种言穿生肖的感觉啊 真是啊 那个啊 正好啊 也是为了要 要跟小伙伴说一说啊 就这个 饮食紊乱呢 是一个很普遍的 也要注意啊 要提前的观察孩子 他不是一天两天吃饭 造成这种问题 而且 一段时间以来 几个月以来 长期的啊 跟小伙伴呢 就去追求一种 所谓的瘦啊 追求一种所谓的 不吃东西少吃东西啊 所以营养严重缺乏 导致了一种啊 那个 怎么讲呢 机体上的 严重的就是 那个 功能就会 那个衰退啊 他的肌肉都没有劲啊 甚至影响到他的心脏啊 所以呢 也是 这次也是给我们一个 非常一个大的一个教训啊 我们要学会这个啊 就是要注意孩子啊 这个饮食 不是只是他不想吃东西 而是会影响 真正会影响他的这个 身体的那个 真正的危险的一个 一个信号 所以这个 饮食文案呢 通常那个 Eating Disorder 可能有时候也伴随着 这个叫Mental Health 叫精神健康问题 对吧 有一些精神健康问题 互相会影响 所以呢 大家呢 也都要提前的 观察孩子啊 特别的 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 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及时的去请教专家 其实咱们那个加拿大 这个医疗系统非常好 不管哪个国家系统 都非常好 都非常发达 大家一定要去相信医生 去医院啊 去看心理医生 看这种Eating Disorder 这是隐私闻乱的专业的医生 请他们来指导 请他们来帮助孩子们 重新恢复这种吃饭 那种三餐正常的吃饭的系统 这种规律 重新建立信心 重新建立那种正确的 对待这种身体的这种形态 的这种观念 任何形态都是正常 都是非常健康 非常好的 只要健康好 就是正常 都要追求那种 特别那种极端的 哎呀 这次这两天的小伙伴 在医院小伙伴 发了很多很多祝福啊 而且我的女儿 可能在医院 也要在医院过年了 今年 但是呢 也非常非常感谢啊 希望她健康康 快乐乐 也希望咱们所有小伙伴 都健健康康 快乐乐的 把这个大年过好 然后呢 迎接更好的 明年更辉煌的 这么一年 牛年大吉 大家牛年大吉 感谢感谢 新年快乐